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谁先到瑞特呢 谁就赢了 看我的 铺的啊 你也铺一下 谁碰到它才算是获胜的 你得抱一下 抱他一下 那段时间我就刚从医院回到家里坐月子 然后有一天突然说 我们家狗去哪儿了 就我也觉得挺自责的 我就都已经忘了他的存在了 因为他真的太安静了 就是没有觉得他对这个小生命 是有就是仇视啊 或者是他很嫉妒他啊 或者是他很不适应 然后我记得哥哥特别小的时候 他在那个小餐饮上吃东西 然后瑞特就守在他的边上 就是他是属于那种 我觉得就是很默默地陪伴着你的那种感觉 宝宝 你跟瑞特一起长大 你觉得快乐吗 妈妈你看 然后我 完全 所问非所答 而且我觉得瑞特也是 我跟宝宝就是在一起 生活当中一个特别好的玩伴 就很多 有的时候很多事情 可能当时我就是顾不上管哥哥 或者是我有工作的时候 我就让瑞特在这待着 我觉得 孩子就会觉得有人陪着他 他心里就特别踏实 哎 这里面怎么会动呀 你看瑞特是狗 它是人吗 呀 是一只小狗 是人 你也这么吃啊 那可是它是狗呀 是不是 我就爱瑞特 今天真的很意外 我没有想到 就是他对我们 就是对瑞特 对我们家狗的感情有这么深 所以我真的挺感动的 我觉得 嗯 从小它跟狗狗一起成长 一起长大 可能很多 这种感情 是我们大人都忽略的 我要把他带走啦 我要把他带走 把他带走 不过当时我觉得 我觉得没有人去 去撼动那个 对瑞特的爱 我就是觉得 我不能因为自己 有了一个新的生命 我就把我 这就是我的孩子啊 我不能把他给抛弃 或者是把他给送走 嗯 所以当时 我也要特别感谢我的老公 他的想法跟我是一样的 我觉得我们两个 都很坚定这个想法 而且当时我 我反倒还觉得 在我怀孕的期间 就在一个 那个那么漫长的过程当中 我会跟瑞特交流 会跟他讲妹妹的故事 然后也会让他 在我的肚子上去躺着 就是后来大的时候 我们看电视的时候 他就会在我的肚子上 然后就这么趴着 我那一刻我就觉得 我觉得特别幸福 我说 我特别期盼 我的宝宝长大之后 也能有这样的一个伙伴 就生活在这个家庭当中 跟他一起去长大 事实证明 我的宝宝很健康很快乐 而且他从小就会有这种 照顾别人的意识 特别是瑞特生病的时候 或者是不舒服的时候 他也会守在瑞特的身边 然后摸着他 然后安慰他这样子 宝宝 你猜猜 你猜猜狗八岁了 相当于我们人的多少岁 妈妈 我比你长大了 你说爸爸妈妈和瑞特 你最喜欢谁 瑞特 出色的生活